章鱼的身体能有多柔软 一枚硬币大小的洞 想要穿过去 那简直是轻轻松松 2011年 曾经有人在阿拉斯加捕捉到了一只 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只见这只章鱼在船上四处搜索 最后竟然让它摸到了排水口 它用自己的触手打开排水口的盖子 它难道是想用自己如此庞大的身躯 从这个小孔中逃走吗 只见它先将自己的触手穿了过去 接着是它的头 最后它剩下的所有部位全都钻出了小口 最终它逃出升天 回到了大海 在1996年 科学家进行了一个测试 他们在一个迷宫里 设置了一个大约2.5厘米的细缝 没想到这只重达15公斤重的章鱼 竟然一下子轻轻松松地穿越了过去 科学家们估计了一下 一个60公斤重的章鱼 可以穿过一个大约6平方厘米的小孔 章鱼的柔软度让人惊叹 一个跟成年男人差不多重的章鱼 竟然能穿过如此小的瓶口 实在是让人惊讶又惊叹 拥有如此高超钻动逃生技巧的章鱼 就连智商也超出人类的想象 章鱼拥有两个记忆系统 一个是位于大脑的记忆系统 另外一个则是位于万族 与吸盘直接相连 将一只章鱼放进一个玻璃瓶中 将瓶盖拧紧 在这狭小空间中 章鱼扭动自己的身体 没过一会儿 章鱼就用触手将瓶盖拧开 成功逃之夭夭了 这只章鱼即将要进行一场迷宫实验 眼前的这个透明箱子 有两个洞口 一个口大 一个口小 在大洞口的末端 连接着一个呈W状的管子 但是这章鱼并不知道啊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口 在管子外面 是虎视眈眈的掠食者 只要掠食者一靠近 这章鱼就一动不动的 尽管有管子保护他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最后他成功地钻出了洞口 趁掠食者不注意 赶紧逃了出去 后来实验人员再次将他放进去后 他这次都不用思考事态 直接走大口 中途更是一点没休息 几秒钟就通过了管道 曾经有人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左边的这个水箱里 是一只刚从海里捞上来的章鱼 还没经历过各种实验的毒打 在这些玻璃盒子里装着他的食物 他久久找不到入口进去 旁边的章鱼是个老手 早就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实验了 他们轻车熟路地找到了盒子的入口 马上就拿到了里面的食物 另外一只章鱼看到前辈的掩饰 立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有模有样地模仿着 也成功地拿到了食物 章鱼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 最像外星生物的物种了 三个心脏 九个大脑 就连他的血液也是蓝色的 这实在是像科幻片里才会出现的怪物 他的两个比较小的心脏 是用来将自己全身上下的血液泵入塞 那颗较大的心脏 来负责将血液运送到全身上下 章鱼的九个大脑 一个比较大的是中枢系统 其他八个分别在他的八个触手上 因为每个触手上 都有负责控制运动的神经细胞 所以章鱼的这八个触手 可以各干各的 既能独立工作 还能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 在章鱼的吸盘里存在着化学受体 在一只章鱼的身上 大约有四千万个受体 章鱼触摸东西时产生的触觉 就是这些受体产生的 这种受体就像是他的舌头和鼻子一样 能够让他捕捉到各种各样的气味 但是有意思的是 章鱼有着这么多的触手 但是却不会缠在一起 原因可能就在于 他们是有辨识能力的 会自己避开自己的触手 或者是其他章鱼的触手 但是当他和别的章鱼打架缠斗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能准确地找到对手的触手吃掉 而不会务实掉自己的触手 我们平时吃到的章鱼 基本上都是未经人士的小触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是因为 章鱼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繁衍行为 他有一个专门用来交配用 名为交接腕的触手 在交配的时候 攻章鱼就能通过这个交接腕 将自己的金包注入到雌性的外套腔里 就像传包裹一样 这个交接腕通常是章鱼的第三条右触须 这条触手的特征是 前端没有吸盘 但是却有着钩槽 有的物种为了能够确保自己的金包 能够成功让雌性受孕 会把自己的交接腕扯下来 然后留在雌性的体内 自己的生殖器没了 接下来雄性便开始进入闲者模式 不吃不喝 愣是把自己活活给饿死 要说章鱼里最出名的 当属预言帝章鱼保罗 它是自然死亡的 并不是不吃不喝 因此它到死都没有媳妇 是个小触鱼 当雌性章鱼产下来数十万枚的章鱼卵后 它便会开启守护模式 守护自己的幼卵成长 一开始雌性还会给自己宝宝们 把身上的脏物清理干净 往卵上吹水 它不再会主动去寻找食物 但是当周围有小鱼小虾路过的话 它也会抓来把它们吃掉 在这之后就连雌性也开始绝食 就连小鱼小虾路过它身边 它也不打算要了 慢慢地它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 最后它会慢慢地吃掉自己的触角 等小章鱼孵化 甚至还没孵化出来的时候 雌性就已经失去生命了 因此小章鱼一出生便是孤儿 没父母陪伴的他们 得自己去学习生存法则是怎样的 为什么章鱼会选择如此独特的繁衍方式呢 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 这可能是因为章鱼的视线神经冲动 来导致它产生这种自杀式的繁殖方式 当交配行为发生以后 雌性的儿查分安 调节胆固醇代谢的肋固醇 以及胰岛素类因子分泌开始增加 这会激发雌性的照看卵的倾向 只不过雌性的照看方式 显得似乎有些过于极端了 那雄性没有照看卵的需求 它又为什么会自杀呢 它明明这么聪明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 但它偏偏选择自杀 不过它想要称霸地球 那也是不可能了 因为只要孜然还在 章鱼想要称霸地球 终究只是一场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